南投市农会今年度举办青山茶冬茶比赛 由于今年雨水少加上极端气候 理事长柯明周表示 在这种特殊气候下需要相当高的植茶技术 因此感谢有茶叶改良茶的指导 使得今年青山茶冬茶的品质比往年表现更加优质 所以要做地的技术要相当高 而且我们有茶叶改良茶来给我们制作 所以今年地图的种特的品质比往年更好 我们农会这次有一个新品账 今年所做出来的品账就是外观进展 设则很紧接 香气发酵香 田花香 南投市青山茶生长环境 在海拔400公尺八卦山中断 县议员蔡宗志表示 也只有南投市八卦山才种得出优良的青山茶 品质甘美 深受各地消费者喜爱 整个青山茶的汁都在南投市八卦山梅 八卦山梅的地区很多 所以青山茶一般在白的乡丁要种 汁都在买买 就是在南投市八卦山梅这条链 参丁这条链来种青山茶的有良品质 喝起来的口感都很好的 也受到很多外观市 今年参赛茶分两组 新品种茶共48组 乌龙茶组共计88组参赛 县议员张家哲也恭喜得奖者 并欢迎各界爱茶人士 多多选购南投优质好茶 尤其这一次有一百多件的这个产品 来参与这一次的盛会 那我们也恭喜这一次得到特等奖 投等奖的好朋友 也欢迎大家一起共同来选购 我们南投市农会所推出的这些农特产品 南投市青山茶冬茶比赛颁奖典礼 来宾云集 尤其今年开发出新品种的茶 味甘醇 有花香 先议员蔡忠志及张家哲都到场恭喜得奖者 并欢迎各界爱茶人士 到南投多多选购好茶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